廉慈大师我们介绍一下 他另外一个法名叫朱宏 朱宏 明末是大师之一 他是杭州人 他姓神 他为什么学佛呢 因为他看到邻居一个老妇念佛 他问他说你为什么念佛 那个老妇人说我先生念佛 能够生无病苦 能够一之十字往生 念佛非常好 廉慈大师受了他的影响 在他的书桌前面写了一个生死四大四个字 他也是通禅宗在归心净土的 他本来是生言 生言就是秀才 那么以前科技考试呢 拿到入学资格的读书人 也是世代夫的最基层叫生言 在以前的府啦 州啦 县啦 在府学跟州学跟县学里面 生言 他里面也有共生啦 也有奸生啦 这些名称 统称为诸生 所以 廉慈大师在十七岁的时候呢 他就补这个诸生这个缺 那么他二十七岁以后呢 他在四年之间呢 他联系遭到商父 商母 这一个痛苦 那他做了七比沟 出家受祭族界 字号廉慈 晚年呢 居住在云七寺 在现在的杭州 所以一般大家都称他叫廉慈大师 或者云七大师 他编的书内云七法会 非常大部头的经典 他提倡恋佛风化在那一代 被推为年宗 就是进土宗第八祖 跟当时明朝的子伯真可大师 憨山德青大师 明末清初的 偶艺智系大师 就是偶艺大师 被称为明代四大高僧 他在荣庆五年的时候 从外地参访回到杭州 起时换称呢 就到这个云七山下的时候呢 看到云七山水悠及 就在这个地方呢 睫毛棚住暗期 他做了七笔沟呢 这七笔沟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学习 第一个恩重三丘 五顶三山内未知丑 这是指 如何尽孝 清德离成垢 指道方成就 他出世大音流 环琴整波 孝子贤身好像真空旧 因此把五寿封章一笔沟 这是第一个 你要真正有成就 最后你的父母亲才可以离成垢 离成垢就是离开轮回 所以真正要做什么 你孝子贤身要做什么 要向真空旧 要测误藏住真心这个离体 要明心见性 见性成垢 这样才是尽孝的最严满 火灼你恩重三丘 就是父母亲的恩 就算五顶三生来供养都没办法报 所以五寿封章的一笔沟 第二个 是指夫妻爱情 奉礼卵愁 恩爱千诚何路修 何鬼侨师相守 缘尽还分手 差 为你两愁谋 披家戴愁 披家戴愁 去破冤家 各自寻闷走 因此把以水夫妻一笔沟 他就是说 红黄 软红就是 就是很美的这个鸟 他们恩爱千诚 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呢 人跟人 作为人夫妻之间 爱人之间 何鬼 桥香锁 虽然锁一辈子 最后还是要分开去当鬼 严禁还分手 严禁还是要分开 插为你两愁谋 你们两个连在一起呢 就是披家戴愁 自己把对方上手考 自己也上手考 你要先了解啊 是厌家 不是厌家不计头 所以要驱破厌家 够住寻门走 这自己找出路了 因此 把以水至欢的夫妻 一笔沟掉了 以水夫妻一笔沟 第三个 声势苍有 莫为耳生作远忧 一喜怨山斗 今日凡尘吼 插 毕竟有时修 总归吾厚 随事当人 万古长如旧 因此把柜子 男生一笔沟 就是你的祖孙 你要怎么去看待 他说我们这个身体 就像苍有 就是身上长了一个苍疤一样 不要为耳生作远忧啊 你想想看以前的多云山 多云山我们讲过了 三色记里面讲 多云山有一方 教无子民济养 多云山他后来 他祖物来给他托梦 他说他短命没有儿子 后来多云山行功利得 不断地去行善 改变了命运 活到八十二岁 无疾而终 谈笑而往生 五子八生 都当官的 他这里跟你讲说 一喜运山斗 想到以前的斗运山 今天还存在吗 差 毕竟有子修 就算再好的祖孙 还是有结束的时候 严禁了就是结束了 总归无后 谁晓得以前的人呢 到下次他要去轮回 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也不是你的亲人了 这一次是你的儿子 下次当别人的儿子 他也不是你的儿子了 万古长如旧 从祖孔至今 都是这样的 因此 把贵子兰孙一笔勾 贵子兰孙就是孝子贤孙 也要放下 这个勾不是 就是不要理他 不是 就是放下 第四 独占凹头 万说然而得意秋 金印玄如斗 声势非常久 插 多少王词求 童言好守 梦嘴黄凉 一笑无何有 因此 把富贵公民一笔勾 你就算考虎都考第一名 独占凹头 哎呀 男子汉大张乌 怎么一个得意官场 得意公民 当官当了得大 金印玄如斗 当官当了多少的官 声势非常的久 但是最后还是要退休啊 最后还是要结束啊 最后还是要 搞不好被贬官啊 搞不好被断头啊 多少王词求啊 从年轻努力到老 头发都白了 我很多同学当官的 当到局长啊 当到副署长啊 头啊都白了 我选择奖金收了这条路 虽然比较寂寞 但是我活得很快乐 他们都不快乐 因为没有官位就不快乐了 有官位的时候还可以勉强快乐 从年轻势 从年轻干到老白头发了 原来是黄娘一梦 梦觉黄娘 因此把富贵公民放下来 一笔歌 第五 富负比亡火 你道欢使我道仇 求走多生寿 得者 幽请负 求走多生寿 得者幽请负 擦 但换 圣真修 纳意如袖 天地无辱 大下何兮 够 因此把家寿田连一笔够 哎呀 我们一栋房子再买一栋楼房 一栋楼房再买一栋楼房 我们现在讲叫做包租公包租婆 一大堆房子田连一大堆 他说你富贵就像 攻火将相 亡火将相 你说欢乐的时候 我说忧愁啊 有所求 就会有感受 得到的时候又怕失气 哎呀 不如出茶淡换 我这个出家人 出茶淡换 就像很珍贵的食物 我穿这个出家人纳衣 就像锦绣 我引有四方 天地就像我的房子一样 我何必去盖房子的大厦何夕够呢 因此我把家寿田连放下来一笔够 再来第六个 学海长流 文正光芒射斗牛 百亿宠中走 多久失千手 插 锦绣满胸头 何夕夸口 生死眼前半智然相救 因此把盖世文章一笔够 这一段才是好 这莲子大师的文笔 人家那个 文言文的底子实在是厚啊 现在根本找不到这种人才 你 你才高八斗 雪海像大海一样长流 像河流这么多 你文章光芒四寿 别人都比不上你 百亿宠中走 斗酒失千手 哎呀你什么都会 饮酒作诗呢 可以坐上上千手 但是你好像心中是锦绣满胸头 好像很了不起啊 这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啦 为什么 因为生死一到的时候 一记丝锅都不能救你 一篇文章都不能救你 半自然相救啊 你写了这么多美的文章 这么多 这么多首诗 到死的时候 没有一篇文章可以救你 没有一首诗可以救你 半自然相救 因此把盖世文章一笔够 最后一个 下赏春游歌舞场中热是丑 烟里梅花柳 其酒欲轻游 擦 原底呈风流 苦归深厚 可惜光阴 马虏空回首 因此把风夜情怀一笔过 哎呀我们喜欢世间的去听一场音乐吗 去看一场好电影吗 去游山玩水呢 还是周游世界呢 风夜情怀 他说呢 下赏春游 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 这些歌舞场中 哎呀去听一场精细 去享受一下 歌舞场中热是丑 就像吃什么 就像吃什么 你迷恋这个东西就好像吃稀饭 这个丑越来越丑了 没有水了 烟里 米花柳 其酒欲轻柳 哎呀跟朋友啦 喝酒聊天啦 娱乐啦 唱歌啦 他说你眼底呈风流 这些苦啊 到死后以后啊 可惜啊 生命都浪费掉了 可惜光阴啊 马虏空回首 回头一看啊 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得到 空回首 因此把风夜情怀一笔过 是什么 没什么呀 是什么呀 我只想的 你们可以说 在这一段时间